绕了一圈还是发现台湾最好 在今年2月份台北县新庄银行的抢案 目前已经破案了 这名抢匪呢在犯案之后 他潜逃大陆投靠有人 但是每天他只能够靠着打零工谋生 一天赚取人民币30块 相当台币150块钱经济非常困顿 窝了10个月之后受不了了 他告诉家人无论如何他想回来 警方于是透过亲情喊话 成功地策动他回到台湾投案 强匪身穿黄色雨衣拿着一把翻刀冲进银行 女行员被吓得花容失色连忙躲在桌底下 为了大肆搜刮歹徒跳进柜台 却一个脚步不稳 整个人跌进柜台里重重摔了一跤 前犯又快速爬了起来 拉开抽屉现场一团混乱 保全和行员隔着柜台 手拿井棍和旗杆不断反击 强匪被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是落荒二逃 有摔倒那经过我们行员 还有我们保全人员的抵抗 还有被我们的保全人员打伤 是他的手部 所以有拖到多少钱吗 钱的部分都没有抢到 犯下抢案隔天 无性嫌犯随即搭击逃往大陆 一朵救世十个月 靠打零工过活 但一天工资不到200块新台币 相当困苦 终于忍不住向家人哭诉 想回家 在警方策动下回台投案 因为没有遗迹自常 又加上在台湾有案在身 所以在那个地方谋生不义 所以经过他的朋友介绍工作 他每一天的工资 差不多30块到40块人民币 无形嫌犯已抵达机场 立刻被警方带回 对照当初抢劫时的嚣张 如今却是狼狈落网 尽管后悔莫及 还是得乖乖吃老饭 中文新闻杜宇志谢凯轩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